法国铁路工人为了抗议马克龙政府计划整改国营铁路公司 削减工人福利正在进行全国性大罢工 每五天罢工两天预计要持续到六月底 列车大规模停运给法国社会造成巨大影响 还引发法航等企业的罢工生源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总裁就表示 损失金额已高达一亿欧元 但国铁改革将是大势所趋 法国国铁总裁还特别展望了法铁正在与中俄一起合作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法国媒体普遍认为大罢工是马克龙面临执政近一年来的最大挑战 不过根据近期的民调显示 有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这次罢工不合理 马克龙就决定本周要安排两次上电视节目来阐述改革方案 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 防卫视柳一江青 法国巴黎报道